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我们今天教各位怎么在家里面做那个马拉糕 就是餐厅茶楼你常常看那个黄色那个一块块的马拉糕 其实在家里面你利用家里面 现有的跟那个工具的话一样能够做的 跟外面餐厅卖的一样好 我们先介绍材料要准备的材料有 中筋面粉糖细糖 这是吉士粉 这个吉士粉主要它是有一些颜色跟香料的 那么你没有吉士粉其实也可以接受 就是颜色没那么漂亮而已 然后还有这个鸡蛋 泡打粉 它是一种属于那种发泡剂的泡打粉 奶油 这个奶油呢 无盐的奶油 然后你要把它 让它融化 把它蒸过 隔水胶要让它融化 然后 奶水或者是鲜奶 还有沙拉油 它是 它是比较 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所以比较湿润比较好吃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一开始我们 先把面粉 中筋面粉 我们把它放到盆子里面去 然后 糖 也放下来 吉士粉 也放下来 只有这三种粉需要放下来 泡打粉那个是要蒸的时候才放的 那这个面粉呢 把它塞过 把它塞过 然后 好 先把它 面粉跟糖 搅拌均匀 这个是 这个是有作用的 搅拌均匀的话 待会面粉比较不容易结颗粒 鸡蛋 全部把它放下来 是不是 顺同一个方向 其实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 顺同一个方向不是很重要 先把它拌匀 好 把它略微打成一个面糊 它就没有颗粒 像这样子 浓稠状 你这样把它打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散开 然后呢 把它打 把它搅拌到这个糖 融化 这个过程差不多在三到五分钟 你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就可以完成就是 糖就会 你看它表面开始 糖融化之后 它就会 比较亮 有那个 那个反光的那个 那个感觉 就比较亮 比较光滑 好 匀了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奶水 或者鲜奶 我们把它加进来 用奶水的 跟鲜奶的差别 在于说 奶水它是浓缩的 它是比较浓的 奶味会比较浓 鲜奶奶味 比较没有那么浓 好 我们拌到 充分的把它拌匀了之后 这样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 静置 让它松弛 大概要一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拿保鲜膜 或是其他什么 容具 这个工具 都可以把它盖起来 就放室温就好了 室温让它 摆着让它松弛 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来弄 那么 这边呢 沙拉油 奶油跟泡打粉 就暂时就不管它 这边呢 我们已经 放了两个小时 它已经 开始有点 你看表面有一些气泡 产生了两个小时 家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电锅 所以电锅呢 我们先把它里面放一个架子 然后呢 我加到四杯水 有一个架子在里面 然后呢 要把一个 这个蛋糕膜 把它表面插上一些油 这都是你要先准备好的东西 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做 好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刚刚有这个泡打粉 泡打粉 我还没有加 这个泡打粉 为什么不先加的原因 是因为 你如果先加的话 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等到要蒸之前 再加效果最好 那么这是粉末状 你要这样加进去不行 所以我们要先加一点水 把它调匀 搅散了之后呢 就把它倒进去 把它搅匀 搅匀了之后 好 接下来油 刚刚讲的这个 无盐的奶油 这油量会稍多一些 但是如果你说 这么多油 你吃会怕 你可以稍微减少 但是不要减到它 不要低于一半 因为这个要有油才好吃 那么呢 这个你一定要 把它融化了 把它融化了 融化了之后 热热的都没关系 你不要说热的不能用 不会 热的也可以用 无所谓的 好我们把这个 奶油下去 沙拉油下去 然后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拌匀了之后 就可以把它倒入蛋糕膜里面了 好 把它倒进来 但是这边你要注意 你不要太厚 量太多 不容易熟 真的不容易熟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 一定要有蒸汽哦 放进去 好 盖上盖子 四五公分厚 最少要四十分钟 那么四十分钟后 我们再来开 我已经蒸了三十几分钟 快四十分钟 它跳了 我们把它打开 好 这样子就好啦 把它拿起来 四杯水记得 要四杯水哦 然后呢 小心 我们把它拿起来 旁边这边呢 你稍微把它画一下 它不黏 但是你要稍微把它画一下 小心因为很烫 可以放凉一点在哪 但是我现在要给各位看看说 它出来是什么效果 来 从底部把它顶出来 然后 小心 它会烫 好 麻辣糕 这个去外面买很贵的 自己做 安全便宜又好吃 好下次你在家 只要有电锅 你也可以做做看 我认识 你可不可以这是伤害 我认识 你可不可以